要讓香味出來 海鮮奶 對,它就是海鮮奶 海鮮奶 這個是慕容蝦 如果你有看我的Youtube 健鮮的刀子可以做這樣的切法 很好吃 真的 真的 寶貝才講 相信我 好,你們先吃避口 先吃避口 先想做一下 應該有那麼大 有,老大有啦 老大最大的魚乾 那個女士嗎 我們家是熟成魚 很厲害 就覺得今天的時候 早期我們就在做 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就是做 因為這個是用那個牛奶 下去蒸的那個魚乾 魚乾做的那個蒸蛋 那它產生很好甜味在湯裡面 然後引一下的味道 剛剛那個溫差嘛 不用太熱 接下來要換冰水 吃的時候就 我把番茄放在旁邊 你看你搭配的時候 就會 很有趣 很有趣的搭配方式 然後這 我們自己做的水果醋 等一下你們就直接吃就好 好,不要沾醬醬油喔 好 奶奶 清炸 就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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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 對,它就是那個魚 烤的時候只是要木頭的香氣 所以我只要讓香味出來就好 這個檜木芯 檜木的中芯 然後油脂很香 然後等一下這個吃的時候 不要沾醬油 直接就是 直接吃就好 那上面我用柚子胡椒 OK YASHI 來啦 是 我來囉 來了來了 等一下這個喔 加點芥末吃 熟成尾 熟成尾 不用加醬油喔 你吃燙燙燙 你們也會而已 還沒開始喔 嗯 嗯 不一樣 這個等一下 吃的時候 可以搭配一點芥末就好 上面已經有醬油了喔 這個是慕容蝦 如果你有看我的Youtube的話 就有介紹這個 這個是我們宜蘭這邊的 然後很少見 你大概就 這種大概有葡萄到 就被我們掃光了 就買掉了 好 這個 等一下這個蝦子喔 會沾著蛋黃一起吃 我會搭配松露乾 幫你擺一半 沾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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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 沾著蛋黃一起吃 很好吃 這很厲害 這個妹妹一看就知道 你看看 沒有像剛剛那隻 剛剛這隻因為在抓到的時候 這個過程他被受到擠壓 所以他的處理方式會不一樣 你看我都不會沾到任何淡水 就是 處理過程要迅速 嗯嗯嗯嗯 然後 等一下你們吃的時候就會很有感覺 那個味道好 小一個是 木頭的香味有沒有 燜一下那個木頭香氣 我們要切這個是這樣 不能用眼睛看 然後 因為只能用靠手感 所以要很沈靜 所以心裡面要很沈靜 所以心裡面要很沈靜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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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它會很均勻的從斜面的地方切進去 潤刀的話,我們在切的時候 味道會慢慢進去我們的魚肉裡面 就很有趣 對對對 潤刀在切的時候,刀子會一直咬進去有沒有 很特殊 因為只有這種刀子可以做 這要劍鮮柳韌 劍鮮的刀子可以做這樣的切法 然後這把刀是二糖的刀子,很棒 對,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翻轉過來切 等一下我們吃那個沒有澱粉的麵 跟這把刀子的、後面的筋跟後面不一樣 所以切的位置比較不重要 、後面的筋跟後面不一樣 放入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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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配著芥末吃就好 放入麵包 它下面油脂很厚 它是烏魚的茶 烏魚的茶 用酒的香氣增加味道 然後還有木頭的香氣 等一下吃過這個烏魚子之後 就會知道說原來烏魚子真正的味道是什麼 它只是日本料理 它沒想到我是學校教書 他們就比較不知道 把這樣繼續提供出來 這樣子 對啊都知道了 它有一個很帥的 然後 然後 沒有 新加坡 它也是一樣 然後 它也是一個 如果我來看的話 它也是 也是敲骨的 然後 帥帥的 也長得帥喔 然後 然後 快快快 可以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它也長得帥 它也長得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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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氣 然後 凝聚很好的香氣 然後等一下我們拿這個來配酒 再味流 這個叫做薯條 他每次要踢我 你知道他要踢我 他要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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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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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地方喝酒人搶 小地方 對 因為它 太濃了 真的 這樣很濃 所以 他們 他們就改 改成白鰓 真的 不把 女子上去就擺掉 你吃過 你吃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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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也沒有醬油 不夠再沾 這個膠質 切下去 這個加 很棒 我很喜歡 我已經到現在 我